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张志涵在其中扮演的正是男主角周子舒 电视剧当中天庄首领周子舒为求自由 不惜以生命为代价退出组织 命不求已的周子舒在闯荡江湖之际 遇到了一心户乱天下的鬼谷谷主温克勤 二人在江湖纷争当中相知相识 成为彼此的救赎 这部电视剧开播后大热 呈现出低开高走的局势 用精彩的剧情惊艳了观众 收获了高口碑和高收视率 主角张哲瀚和龚俊 伴随着电视剧的大热成为当红演员 他们的实力得到高度关注 张哲瀚在山河临当中呢 将背负沉重过往和潇洒骆驼的矛盾特质 砸入在表演上 让周子舒这个角色饱满立体 形象鲜明 他在诠释周子舒不同时期的性格特点 利用富有层次的表演技巧突出角色前后时期的反差 期间的转折自然且不突兀 他通过灵动的眼神传递出角色 在伪装面具下的相反情绪和性格 张哲瀚表演张志有度 善于从小细节之处流露出情绪 张哲瀚于十年前的主演偶像剧出道 同年获得综艺节目 加油好男儿的周冠军 出道三年的他只主演过几部微电影 就被于正看中并将他签约齐下 此后张哲瀚成为于正力捧对象 出演过多部于正别致的电视剧 出道十余年始终不恩不火 终于在今年张哲瀚凭借身和令大红大紫 成为炙手可热的明星 距离这部电视剧刚播出不久 张哲瀚的新作来袭 这件事情并不算稀奇 毕竟明星只有在作品上努力 才能够让官还持久 只是网络媒体爆料了一件事 很让网友纳闷 在消息当中称张哲瀚新作品 他将挑战完全不同的角色 而刚走红的他就已经沦为配角 以张哲瀚现在的人气热度来讲 他在出演影视剧作品时 还不至于出演配角 张哲瀚的新电视剧名叫 《我是行锦》 讲述了三个从锦销毕业的人回到家乡 在普通派出所追逐梦想的过程 这部电视剧由邓超 张哲瀚徐凯主演 看过电视剧的主演人选后 瞬间明白了张哲瀚 为什么在新剧当中甘愿当男二 邓超是一位青年后演员 出道于二十年前 出道次年因扮演 《少年天子》当中的顺治皇帝成名 并速到出多个影视剧皇帝形象 当时被称为皇帝专业户 大概在电视剧领域是混集六年左右 他进京允潭 并于那一年凭借奇迹号拿下百花奖最佳男配决奖 并被金鸡奖提名 自此邓超开始专注深度的影视作品 意在提升演技 积极转型为一名实力派影员 他用了十一年的时间 终于凭借丽日酌心拿下金鸡奖最佳男主角 成为一名影帝 邓超自从出道以来 一直走苦情男主路线 这一形象在他成为影帝的三年前 因为主演喜剧电影分手大师彻底改变 邓超自此开启他的喜剧路线 成为一名邪心 广受大众喜爱 人际也是前所未有的高涨 正是因为演见和喜剧气质并存 邓超被著名喜剧演员兼导演周星驰看重 新典他出演美人鱼 该拼票房突破33亿 刷新华语电影票房记录 邓超用实力将自己变成一位高人系实力派 在业内评价 他努力踏实 真诚有爱心 他具备商业价值 表演才能和职业精神三项特点 是娱乐圈当中少见的现象 邓超已经有多年没有涉足过电视剧领域 如果他主演《我是刑警》的传闻属实 那么这部作品是他时隔五年之久的首部电视剧作品 《我是刑警》这部电视剧剧情聚焦在警察工作当中 由慧凯栋导演指导 这位导演和邓超有过合作 也指导过多部一正编制的作品 张哲瀚能够和这样的前辈合作新电视剧 又是扮演一位正能量的硬汉型人物 相信如果他出演这部电视剧 一定能够转型成功 相应的在邓超身上也会学到很多的东西 其实主角还是配角不重要 重要的是作品是否精良 是否符合观众的心意 对此你怎么看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